新冠肺炎疫情缠绕人类已经两年多了 我们获取得了很多不同的经验 很多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不过知道这个疫情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今天此时台湾民众也正在面临对抗疫情的一个 崭新的阶段正在来临当中 我们看着每天本土确诊数字的攀升 也看到社区感染的例子不断增加 我们应该准备好也预期 未来的新的高峰数字即将来到 因此此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个人跟家庭如何做好防卫 而政府也正在思考国际间的各国的经验 努力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让我们能走得稳也走得好 这条道路当中 最近得到政府称取的应该是南韩的做法 南韩大家记忆中 他们过去的疫情是相当的严重 甚至一天最高确诊数字 曾经到达60万这么多 就以昨天吧 他们的确诊数字还在10万以上 不过南韩政府认为 他们最苦的时间已经度过了 他们如今选择将全面的开放 甚至要把所有的隔离措施 在5月份将陆续的追捕逐步都将取消 南韩为何由此决心 南韩的人民又如何如何的 可以如此的放心呢 我们先来看看南韩的例子 以及他们怎么走过来 以及他们做了哪一些的准备 他们在疫苗的注射上 又如何做了哪些加强措施 台湾有哪些该学 或我们还有多少 还没像他们一样做到的 满树樱花 整片花海绵延达1.7公里长 首尔如意岛赏银步道 去年这个时候 因每日新增确诊破500人而关闭 整整一年后确诊暴增400倍 每日染疫高达20万人上下 却朝阳开放 如果再走一趟民洞 满街的人潮若不是因戴着口罩 丝毫感受不到南韩现在正处于疫情当中 其实打从南韩去年11月起 坚持朝着与病毒共存的路线迈进 至今已五个多月 南韩深知大规模爆发时迟早的事 也是北京过程 突然随着传染力高的 欧洲病毒大举肆虐 此波疫情2月底开始迅速升温 更在整整一个月前盘顶最高峰 每日新增确诊破62万人 就连美国不过才4、5万都没南韩这么多 甚至因此一连三周高峻世界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 然而就在4月初疫情开始翻转 如今每日仍有10万多人染疫 但高红起已过 南韩保健部在此时又做出重大宣布 18日开始时事长达两名个多月的社交距离限制 除维持戴口罩外 包括餐饮业、饮业时间、室内聚会、食人上线 与开放大规模活动和宗教活动等全面解禁 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也是全面启动与病毒共存的第一步 但南韩为何敢在第五波大流行尚未退烧之际 做出如此大胆决定 我们都高级疫情接触率和疫情安全性 以及医疗接触系统等を综合地考虑 与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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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南韩完成接种绿打8成6 将年满12岁以上就能施打第三剂 比率也超过6成3 疫苗打得多绝对是彻底防疫松绑的原因之一 疫情爆发资金 全南韩超过1610万人亿 换句话说 超过三成一的南韩人都两亿过 已有自然抗体 则是大胆矿行的已知之二 更重要的是南韩确诊病例数 占人口比例虽是美国与英国三倍 死亡率却远不及美国的1.22% 以英国的0.79% 只有0.12% 是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将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重症与死亡风险高的族群 也是关键因素 但为何南韩此波疫情能在短时间内下降的如此明显 可能还是与接种疫苗有关 两个多月前南韩已开放医疗和长照人员 与免疫功能低下的民众 共180多万人接种第四季 4月14日在开放60岁染疫高风险族群施打第四季 理由就一个 三月底也已开放5至11岁孩童 接种疫苗 在持续扩大接种下 南韩于是大胆宣布 全面解除社交距离限制 两周后也就是四月底 将更进一步评估是否解除口罩令 不但如此 二十五日还计划将新冠病毒 从原先列为一级传染病降维 与结核病水痘及麻疹 同等的二级传染病 甚至在五月下旬 渴望取消确诊者七日 强制隔离期 有病毒共存的后 疫情时代全面启动 即使出现亚洲首宗 Omcron新变种病毒XL 南韩保健部也推测 不至于造成另一波大流行 在普遍施打疫苗 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免疫下 第五波疫情已到顶 南韩保健部也说 南保秋冬之际 病毒不会再次蠢动 只是现阶段看来 防疫政策不会因几波小规模传染 而有所更动 但如果南韩的与病毒共存计划 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疫苗可打 若还没有第四季只打三季有效吗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报告发现 接种三季辉瑞一个月后 抗体增加52.1倍 三个月后数据约27.5倍 如果前两季辉瑞 第三季混打莫德纳效果最好 抗体虽会在三个月后减半 但仍有36倍之多 依旧有效 如果非得与病毒共存 而高接种率又能有效降低 住院率与死亡率 施打疫苗恐怕还是现阶段 最有效防疫手段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